好,我在这里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除了PPP以外的贷款 我们还有其他的类型的低利息的贷款 首先我要给大家一个新的信息 就是昨天SBAEIDL 就是小型企业灾难贷款 又开始重新接受申请表格 所以我也要提醒大家要关注 也可以开始申请的SBA小型企业的灾难贷款 另外还有就是其他的贷款 有Community Development Block Grant CDBG 这是洛杉矶线第一区非建制地区 贷款利息低 开始还款的时间也会延迟6个月之后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Economic Development Assistant EDA loan也是可以 利息也是蛮低的 接着来第三个其他贷款是CDC Small Business Financial Emergency Relief Small Business Loan 第四项就是LACDA 这个是一个County Program 是Small Business Recovery Loan 这些我们PAYS都可以一一的帮助大家 一对一的帮你准备你的申请表格 还有给你一对一的辅导 怎么样把你的申请表格填好 还有其他那些重要文件 需要的文件都要一一的把它们收集好 给你们可以成功的申请到这些低利息贷款 昨天就昨天SBA的EIDL就开始重新接受申请表格 刚好昨天晚上很晚的是我们才收到那个通知 就是SBA又重新开放了那个IDL的申请 那很多企业他就想我已经申请了PPP 我可以申请IDL吗 两个其实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是两个没有冲突的 那那个PPP是通过您自己的那个银行 或者其他网上的银行发放的一个贷款 那那个IDL呢 是您直接在SBA网站上去申请的 那如果你们觉得有困难 或者不知道怎么去填写这些申请的话呢 那欢迎你随时跟我们联系 我们可以指导你 跟你一步一步的教你怎么走过去申请这个IDL IDL前一段时间是关起来了 没有开放是只是给农业企业 那我估计现在是还肯定是SBA还有一定的款项 所以昨天晚上我们才收到消息说这个已经是重新开放 那就鼓励大家还没有申请的话不要弃累 现在赶紧着手申请 它的利率也是非常的低的 而且是30年的固定是30年还本 所以的话呢 这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 虽然不会被赦免 但是30年还本利息是固定的 然后好像应该是大概原来是6个月以后才开始需要还款 所以是帮助是可以是非常大的 好的 谢谢Jennifer 那现在也有不少收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或者是参加Zoom会议的线上朋友们也是陆陆续续发了一些问题 那我们现在可能要烦请各位嘉宾们来根据自己的专业领域回答一下我们的观众的提问 那有一位观众提问是说我在2020年4月22号得到了EIDL 那请问如何使用 与PTP 它的PTP是在2020年5月1号得到的 那有何一同 它是对那一来说不同的营运资金 所以的话呢 就是从我们的角度的理解来说呢 那就是最好您所有从PPP得到的资金就是按照刚刚Pela所提议的 只是用在那一些专款专用上面 如果你有一个账号去追踪这个使用那就是最好了 那这样子剩下的IDL的话呢 它没有那个因为没有需要不需要这个申请的given的赦免的流程 所以呢你就可以弄在其他营运资金上 比如你是作为餐厅 看我们的理解的话 你可以用PPP的资金去发工资 但是你要重新开业餐厅的话 你买货或者是做重新要装修 来根据到目前的卫生标准你要重新装修 那这些是可以用你的IDL那里得来的款项去帮助你的 那下面一个观众说 我得到的是EIDLA 原来说最高一万可以不用还款 确实是这样吗 谢谢 这个我试着来给您解答一下 因为这个条款的精神 我是只能说按照这个我们的理解来给您解答 那个所谓最高一万 它是说advance就是预批给你 所以如果我们有些客户他已经拿到PPP的话 最终在签PPP的时候 如果他告诉银行 我已经拿到了多少这个IDL的预批 他就会最终加到你的总的贷款账面去 所以如果你仔细读一下您的那个PPP的贷款的话 你会发现你当时申请的PPP比如说一万块 但是你又另外从IDL的advance 就是预批那里你早一点拿到了 如果你有两个员工拿到两千块的话呢 那就最后你在签PPP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你的那个贷款 银行会给你写成是一万二 所以你的贷款就是变成了一万二 那么这里就存在了一个细节 就是说你到时候怎么花这一万二 就是又要回去到刚刚ballot上面去讲 你是怎么样去花这个钱 你的账要做好 如果你前面拿来那两千 用到别的地方去了话 那这个就是应该是不会被赦免的 这是我们对这两个贷款的精神的理解 但是最终细节 您一定要继续跟你贷款的银行 给你付款的银行去商量 因为我知道我们知道IDL是直接SPA打给你的 但是你的PPP的贷款文件上说 它会有给你收到多少IDL的钱 所以最终你要看一下 您跟那个贷款的细帐上面 你会发现那些 advanced的钱是加在你的PPP的贷款文件上面的 好 还有一位观众发来的是英文的问题 那我就给嘉宾们读一下他的英文的问题 他说 if choose 24 weeks for PPP can file the forgiveness after run out of the fund or have to after 24 weeks if after 24 weeks need to provide 24 weeks expense detail or only period of PPP expense 那这个我就由我来回答 因为他现在的规定是说八个礼拜或24个礼拜 所以即使你比方说在第十个礼拜 你钱就花完了 你在申请这个赦免的时候 你还是必须以24个礼拜为基准 所以你还是要提供24个礼拜的资料 对 那我有的客人就会说 也许他想要说这个PPP被银行赦免以后 他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员工要让他离开 因为他还是没有办法回复到以前的水平 那你现在就有一个很大的这个难题 你要来决定 是不是你还是以24个礼拜 变成说你24个礼拜 因为你记得你不能减低你的全职员工的人数 那你等于说你必须要在24个礼拜 维持你这些人数的水平 那这个如何要来取舍 这个可能就要以公司的每个状况 自己来做决定 目前来讲 我的企业的员工人数是50人 疫情期间呢 为了遵守CDC的social distancing的要求 所以员工们都是破风上班 就是有的员工比如说135 有的上135有的上R4这样的 那这样的话 如何来计算员工的全职数 就是说变成你还是就是变成有的135的员工 他一个小时一个礼拜工作就不到40个小时 所以刚刚有提到说你可以说以 比方说他如果现在变20个小时 你就是20个小时除以40个小时 等于你那个员工只能算0.5 或者是说如果是30个小时除以40个小时 变成0.75可是你可以45入到0.8 那你如果说我觉得这样太麻烦了 你135的员工就等于是只是就是以0.5来计算 所以你这样子的话 有可能你原来是40个员工 那因为是大家来135 26 隔天这样子轮流来上班的话 你等于说你的全职员工人数就会降低为一半 他有可能问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有可能大部分都不是全职员工 大部分都是因为错峰上班 就是新时已经每周低于40个小时 都变成了就是兼职的那种性职的员工 所以这样的话还是按照您刚才的计算方式来计算 对那那就是说可是他当然说就是 你可以套用这个安全的这个条款 就是说如果是因为你CDC的规定 要大家有六尺的社交距离 所以大家不能来全部回来上班的话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条款 所以即使是说这样子的算法下来 你是有全职员工的减低 可是你可以跟银行说 这个我适合这个安全条款 因为这个CDC的规定 那另外还有就是你还是可以希望说到 可能往就是年底之前 这个疫情能够比较平稳下来 那大家可以回来上班 所以你只要在12月31号 再回复原来的这个员工人数的话 这样子也是可以行的 也是行得通的 目前已经拿到PPP的贷款申请 如果在年底这个贷款前花不完 那以花掉的部分可以赦免吗 对如果说你花掉的部分 是用在合格的费用 刚刚有提到必须是工资 员工的这个医疗保险 还有说退休账户的这个费用 或者是水电费啊 这些租金如果说都是花掉 花在这个可以花的地方的话 那些是可以赦免的 那如果没有花的钱 你到时候就是要偿还给银行 好谢谢您 那下一位观众的提问是说 为了复工 我有给员工买一些防护的装备 包括之前我们都是包员工的餐 但是也由于要遵守CDC的规定 给员工们分发就是一次性的那种 就是合装那种套餐 那这样的费用算合格的赦免费用吗 如果说这些费用 如果这些防护的这个套具是不行的 除非说这个变成说是给员工的一个优惠福利 那如果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工资 就是可以包括了工资 是说可能以后必须要算在这个员工的 这个薪资里面W2里面 如果说这是以后变成他们的薪资的一部分 这就可以包括 可是如果说这些防护设备啊 或者是如果说给他们的这个员工餐 也是一个福利 就是并不会包括在这个员工的这个薪资里面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包括在这个赦免的这个计算里面 所以我们也就是鼓励大家很好的消息 昨天晚上IDOL就是重新开放 EIT要重新开放可以申请 那么这就是最好去申请这样的贷款 用那些那些其他营运方面的资金 就可以用IDOL的资金去支付 好 其实大家还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具体的情况 来选择这个更弹性化的一些贷款的项目 可能对于这个豁免的部分可能更有利一些 好 那我们 还有一位观众说 PPP现在的贷款额度还是员工薪资的2.5倍吗 是的 好 这个这个还是没见的 那还有一个位观众说 如果现在的用款时间延续到24周 那贷款的额度有没有提升 还是以2.5下去算 那年资也是以10万块为上限 好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再只能选最后一位观众的提问了 他说我是自雇佣者 那可以申请IDOL或者是PPP的相关贷款 是可以 我是可以 对 如果是自雇者是可以 那我不晓得如果说银行那个发款的部分 需要看什么样的资料 我相信可能需要看他们的报税的资料 对 如果你是自雇的话 他就看你的Schedule C Net Income 所以之前就是想提的 就是说有的客人因为还没有报2019年税的自雇者 那可能因为现在想要申请PPP 银行需要看他2019年的Schedule C 所以就还是要提早赶快把你们的 这个2019报税的资料准备齐全 我也想提醒一下 就是虽然SBA这个PPP是6月30号 是最后一天接受你的申请表格 但是有很多银行 他们是不会在最后一天接受你的申请表格 因为他们还是需要时间去process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partner就是Liz 他们CFR一样 他们最后一天接受你的申请表格是6月22号 所以大家还是要赶紧赶快把你们的资料 特别是如果你还没有报2019的报税的话 那要赶紧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